今天的財經消費話題 要跟大家來聊聊 竟然有房子十年內 漲破了六十趴 是什麼樣的房子呢 原來是南部人 之前大家印象中 很喜歡買的透天錯 可是現在貴到啊 南部人都說買不起了 我們來看看南部透天錯 一直都是房市的主力 但是因為這幾年房價創新高 還有居住習慣改變了 這是因為現在小宅當道 很多的小家庭 所以不太會住這麼大的房子了 所以十年來發現 南部有三個縣市 這個透天錯的交易量是下滑的 那我們根據這十價登錄的資料 來看看所謂的南部三個縣市 就是臺南 高雄跟屏東 臺南十年前一棟透天錯 是八百八十萬元 現在的話 來到了一千三百五十七萬 這漲幅一算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四 高雄的話十年前九百九十三萬 現在來到了一千五百萬了 漲幅也是來到了百分之五十一 屏東縣的話十年前五百八十二萬 現在九百三十九萬 這邊是漲最狂的 因為他的漲幅來到了百分之六十一上下 好所以就是因為變得比較貴 所以大家都不太想買了 事實上透過這個透天錯入手的交易量來看 二零一四年十年前的時候是百分之六十七 二零二三年呢是百分之五十七 所以你可以發現確實這樣子的交易量 是有往下掉的 就是因為這個房子的價格漲太多了 好另外還要來看到房子漲太多的 還有這個例子 這個是同一個建案 但是兩年呢就漲了一千三百萬 怎麼會這麼誇張呢 就是有一位網友 他就po文說一千三百多萬要賺多久 他覺得很心酸 因為他說 大家發現臺灣的房價 會讓大家感到心累 為什麼呢 最主要他舉的例子 就是他二零二二年的時候 來看了一間房子 他的權狀大概四十坪 那價格是一千六百五十萬 他已經覺得很貴了 買不下去 沒有想到現在竟然要兩千九百九十八萬 這個呢減下來就發現了 漲超過一千三百萬 這麼這麼的多 難怪大家都會感嘆說 房子真的是買不起 不過另外也有人想要賣房 賣完房子的這些錢 想要分給他的五個子女 但是他就問大家了 怎麼分會比較節稅呢 這位原po也說了 如果是要賣房子 想要分給五份 給子女要怎麼分比較節稅 好多的網友都來留言 但是也有人是神回覆 我們先來看到有網友 就建議了 你可以登記共同持有 以後他們自己再處理就好 還有人說你可以買一份兩千五百萬的保險 那是終身受險 受益人就指定這五個小孩 還有這位網友 大家說真的回得神回覆 好多人都按他讚 因為他說你可以放在銀行 每個月請孩子們陪自己吃一餐 給每個孩子領五萬塊的現金回家 保證大家都笑嘻嘻的來開心的回去 還說可以保證他們孝順你十年左右 好多人都按這個留言讚 那確實這樣講也不無道理 所以好多人說他真的是神回覆 哈囉 我是蔣心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